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身边闪婚的人不少 闪离的也不少 不能说闪婚的一定不幸福 但没有准备好的婚姻一定状况百出 常听许多婚姻里的过来人抱怨 婚前婚后的很多事情都变了 总感觉被骗了 婚后被骗是因为婚前不够了解 很赞成网上的一个观点 女人嫁一次人其实是接三次婚 第一次结婚是嫁给你爱的人 第二次结婚是嫁给她的生活方式 第三次结婚是嫁给她的家庭 对男人而言也是如此啊 一段牢靠的婚姻也同样是结婚三次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走进婚姻 结婚前请务必准备好跨过这三道坎 尽可能地预习好这三次婚姻 金星曾说爱情可以抛开生活去谈 但是婚姻不是 婚姻就是生活 结婚一定要慢 慢慢了解彼此的三观 慢慢了解彼此生活的样子 慢慢了解彼此的家庭 好好结婚才能久久地相守 结婚前一定要先做这三件事 结婚前了解对方品性的最低处 前段时间 知否知否里 有一个品性最低处的婚恋眼关爆火 什么是品性最低处呢 明兰解释说 有人相守 最终依靠的还是那最低处 品性的最低处 有人相守几十年 终究还是要看看最低处的那儿 能不能忍得下去 感情三观比五观重要 品性的最低处 最能见到三观合不合 走进婚姻前 不要贪图一个人对你有多好 而是要清醒地 去看对方最不好的模样 你能不能接受 最低处 才是两人相处的最大的盘角石 最低处 才决定两个人 能走多远 第二点就是 结婚前先看看对方的生活姿势 嫁给一个人 嫁给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嫁人前 一定好好充分相处 尽可能地了解 彼此真实生活的样子 两个人在一起 不一定要有 完全契合的生活方式 但一定要能接纳 彼此的生活方式 谁也不委屈求全地 去迎合对方 谁也不要去强迫对方 为自己改变 生活不是一时一刻的短期运回 而是一朝一夕的长期陪伴 用最真实自然的方式 和对方相处 相处不累的生活 才能久处不厌 第三点就是呢 结婚前先去对方家里走走 老话常说 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结婚是选择的第二个家庭 主动选择新的家人 结婚前先去彼此家里走走 看看能否和新的父母 新的兄弟姐妹相处不累 进得了一家门 才有可能做得好一家人 关于婚姻 《欢乐送二》里面 取消消有一句台词 说得很通透 她说 本着挨日子去结婚 那真是活腻了才去呢 我觉得婚姻不是终生大事 一个人学本事 让自己活得开心快乐 才是终生大事 但很多时候啊 奔着幸福去结婚 可是在婚姻里过着过着 就忘了自己的初衷 上周碰巧遇到老同学 不是她主动叫我 差点没有认出来 不过三年没见 感觉她比之前 至少老了不止十岁 可能不是第一次 面对差异的表情 她有一些黯然和习惯地说 吓到了吧 很多人都说 我现在老得看起来 和我妈年纪差不多 我没有忍心问她发生了什么 但她却倾诉了很多 她说 当初父母不同意 是自己非要选择结婚的 婚后度日如年 却不敢告诉家人 她说 后悔当初结婚太快 婚后才发现 老公不仅好吃懒做 还恃酒如命 喝醉了 对她非打其骂 她说 不仅有丧偶失婚姻 公公婆婆对她 也是态度冷淡 婚后 完全感受不到一丝温暖 她说 生孩子带孩子 赚孩子奶粉钱 贴补家用 都是自己一个人扛过来的 她说 每天睁眼到闭眼无数次 动过离婚的念头 却念着孩子还小 一人再人 最后她说了一句话 让我印象深刻 以前总觉得离婚很可怕 前几天离婚了 整个人反倒松了一口气 这几天回娘家 爸妈照料我 格外的温暖 晚上睡觉也没有做噩梦 也不失眠了 我不后悔离婚 只后悔 没有早点离婚 想想为什么自己这么傻 在垃圾婚姻里 熬这么久 一年地狱 一年天堂 结婚和离婚 一字之差 中间却隔了太多的意义 看过了许多分分合合 走过了许多勾勾看看 终于明白 结婚未必都是好事 离婚也未必都是坏事 毁掉一段婚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被一段婚姻毁掉人生 遇到垃圾婚姻 其实止损 不纠缠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听过一个女星婚姻讲座 一个嘉宾提出 现在很多人的婚姻里 把日子过返了 很多人不理解 他说 正确的婚姻节奏是 结婚要慢 离婚要快 但现在很多人 把节奏弄反了 结婚前不够了解 就结婚 结婚后面对垃圾婚姻 却大多蹉跎半生 也不敢做出来 确实是这样 经济学上 也有一个相似的概念 叫沉默成本 诺贝尔奖经济奖得主 解释说 假如你花七美元 买了一张电影票 你怀疑这个电影 是否值七美元 看了半个小时后 你最担心的是被证实了 影片糟透了 你应该离开影院吗 在做这个决定时 你应当忽视那七美元 它是沉默成本 无论你离开影院与否 钱都不会再收回来了 沉默成本原理 也同样适用于婚姻 一个人对待婚姻这场电影的 最好状态是 能接受最好的 也能承受最坏的 走到电影院 更可能多地 去了解自己 了解你想看的这场电影 慎重选择 选择电影后 当你面对垃圾电影 要尽可能快地 保持抽身而去的底气和能力 无论如何 主动去追寻生命中的美好 也不要被失败的经历弄得一蹶不振 最后给大家分享 施电军抖音上很火的一段话 如果有什么是女人 一定要懂得道理 那么应该是 爱情是你的社交生活 而不是生活 结婚生子是你的人生选择 而不是你的人生 无论如何 幸福安乐地生活着 才是人生的大事啊 你的人生路很长 千万别给自己说线 你的数据很大 千万别化地为牢 只要你愿意 每一个昨天都可以过去 每一个今天 都是新的开始 每一个明天 都有无限可能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良好的婚姻关系 是互相成就 也愿 所有选择相守的有情人 都能有智慧和宽容 来经营好 共同的婚姻生活 多幸福 春明天 宠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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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 v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